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随着年龄的增长 许多人步入了老年 这个时候随之而来的 使身体各个器官机能开始老化 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疾病的折磨 许多老人都说 人老了,不中用了 这也病,那也病 这也痛,那也痛 干什么活都不利索了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 有些老人虽然年龄老了 相对于同龄人 身体还是比较健康 并没有像其他老年人一样 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这又是为什么呢? 真相仅藏在一盘菜中 海带被称为海中蔬菜 含有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物质 而且几乎不含脂肪 在专家眼中 海带就是长寿菜第一菜 海带排第二位 就没别的菜敢排第一位了 据奇鲁网报刊载 经外国专家大规模调查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 之所以位居世界第一 海带的功劳可不小 他们不仅每天必吃海带 还制作了五花八门的海带食品 比如调味海带 海带松 海带酱 海带糖 海带茶 还有用海带粉 制出来的海带馒头 海带糕点 海带饼干等 在海带的强势助攻下 日本从当初的平均年龄 不超过45岁 到现在的男性平均80岁 女性平均86岁 只用了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 从最初的低瘦国 一跃成为了现在世界上 最长寿的国家 一根海带顶八种药 海带营养美味 不仅上得了厅堂 还开得了药房 中医认为 海带胃咸 性寒 乳肝 胃 肾经 具有清热行水 止咳平喘 去止降压等功效 现代医学的相关研究 也证实了这一点 一 天然的二甲双瓜 高血糖除了服用药物控糖外 海带也可以常吃 海带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点 可促进胰岛素 及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 和葡萄糖在肝脏 肌肉组织中的代谢 从而降低血糖 二 天然的绒栓药 海带中含有丰富的 盐藻多糖 昆布素 这类物质均有类似 甘素的活性 既能预防血栓 又有降低脂蛋白 胆固醇 抑制动脉中央硬化的功效 三 天然降压降脂药 海带含有的赫藻酸甲盐 能够起到降血压的功效 日本学者发现 海带中硫酸多糖 能增强血液中脂肪酶活性 从而降低血脂 四 天然的减肥药 海带脂肪含量非常低 热量小 是肥胖者减肥的食物 海带中的点 可促进血液中 甘油三脂的代谢 并防止血液酸化 有助于润肠通便 而且热量很低 膳食纤维丰富 能加速肠道的运动 而且海带在肠道中 能将食谜中的脂肪 带出体外 吃一次刮一次油 可以说是肠蠕动加速器 五 天然的抗癌药 海带中的昆布多糖 可以通过激活巨噬细胞 抑制肿瘤细胞增殖 而杀死肿瘤细胞 也可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 而抑制肿瘤生长 还可直接抑制肿瘤生长 六 天然的排毒药 大量的签进入身体 容易引起签中毒 需要医学制剂来清洗血液 不过日常吃海带 就能避免这个麻烦 签很容易与海带中的 褐藻酸结合 并通过消化道将签排出体外 在签污染严重的地区 多吃海带具有排签保健功能 七 天然的暖身药 从中医角度来说 海水性属阴冷寒凉 生长于此的海带 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抗寒能力 海带性味咸 长期食用还有温补肾气的作用 因而冬季食用海带 可增加人体的抗寒能力 八 天然的护发素 海带中的点极为丰富 它是体内合成甲状腺素的主要原料 而头发的光泽就是由于体内甲状腺素发挥作用而形成的 海带虽好 但这六种人不能乱吃 1. 甲抗病人要慎吃海带 甲状腺功能抗净症是一种促进人体活动抗净和新陈代谢加速的内分泌紊乱 海带富含点 会导致甲状腺机能抗净 进而加重病情 2. 孕产妇少吃海带 由于孕妇和哺乳期妇女 已经可以从日常加点的食盐中获得足够的点 如果大量食用海带导致点过量 对胎儿或婴儿的甲状腺发育是有害的 3. 脾胃虚弱者不宜多吃 从海带的中药材性质来看 它的味道是凉的、咸的 对于有胃痛、冷痛和腹泻的人来说 吃海带会加剧胃肠不适 4. 胃炎患者应该少吃 患有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等患者 吃完海带后 往往会出现胃部不适、呕吐、饮痛等表现 夜间油肾 5. 不能作为主食 海带作为主食 一方面会导致点摄入量增加 威胁甲状腺健康 另一方面 海带富含膳食纤维 会减少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脂溶性维生素 维生素A、维生素E等的吸收 影响人体营养平衡 6. 它不适合对过敏症敏感的人 海带作为海产品的一种 也可能含有过敏源 会引起一些人的过敏反应 比如过敏性脾炎 严重影响呼吸系统 所以海带虽然好吃 但不能乱吃 同时选择优质海带 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吃海带 这两件事很重要 吃海带 有两个错误 80%的人都犯了 提醒大家注意 1. 干海带要先蒸后泡 不少人担心海带不易被煮熟 因此烹饪之前要在水中浸泡很久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海带应该先蒸后泡 海带含有褐藻胶、海藻酸等物质 一经吸水 就会使海带表面出现粘稠状胶体 阻止水分进一步侵入 因此很难再煮透 此外 海带中的营养物质 如水溶性维生素、矿物质等 也会溶解于水 长期浸泡 营养价值就会降低 干海带上面那层白霜 是具有利尿排毒功效的干露醇 是一种很珍贵的药用物质 在医学上是良好的利尿剂 有消肿的作用 还有节酒、减肥和抗癌抗菌的功效 但是干露醇可溶于水 如果洗了再做菜就浪费了 比较推荐的泡发方法是先蒸后泡 把海带放在蒸笼里 干蒸半个小时 再用水冲洗 这样又脆又嫩 二、吃海带时别吃根 吃海带时许多人格外爱吃又软又糯的海带根 可是这样却给自己身体埋下了健康隐患 据测定 虽然海带根的营养比海带液要高 但其中铝的含量也较高 每100克海带根含铝135微克 而海带液则为5.7微克 摄入过量的话会损伤大脑 还可能出现贫血、骨质疏松等病症 所以吃海带时根部3到6厘米那段最好别吃 如果想吃海带根 最好是吃裙带菜根 裙带菜也是一种常见的食用海藻 其不仅微量元素含量较高 而铝含量却较低 每100克裙带菜根含铝仅9.8微克 海带加它 净化血管效力翻10倍 海带可凉拌 可清炒 还可煲汤 和很多肉菜都非常搭 能吸走多余的油脂 在此也给大家推荐几种吃法 1.醋泡海带 海带和醋都有降压降汁的功效 二者相加可以算得上是强强联合功效翻倍了 不过肠胃差的就不要这样吃了 2.虾皮海带汤 海带素有含点冠军 长寿菜的美誉 虾皮海带汤 鲜香清爽 咸辣适中 可补钙补点 撞骨降压 是很好的养生长寿汤 3.海带菠菜汤 预防中风或中风后预防复发 经常喝海带菠菜汤有防治作用 4.海带排骨汤 海带排骨汤是一道临门槛的鲜美汤水 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 补水 排毒 清肠 样样型 还能驱散冬日的寒冷 5.海带炒菜花 海带配菜花 不仅好吃 还能氢化血管 解毒肝脏 防止血管爆裂 温馨提醒 1.吃海带后不要马上喝茶 也不要立刻吃酸色的水果 因为海带中含有丰富的铁 以上两种食物都会阻碍体内铁的吸收 2.患有甲亢的病人不要吃海带 因海带中点的含量较丰富 会加重病情 3.孕妇和乳母不要多吃海带 这是因为海带中的点可随血液循环 进入胎儿和婴儿体内 引起甲状腺功能障碍 总之 海带营养丰富 也很美味 常吃还能预防各种疾病 是一种男女老少都适宜的食物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以上提到的六种人还是要多注意 不可以多吃哦 身体是自己的 希望大家都能正确地吃好这样菜 打好健康的基础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我们下期节目